高雄市长韩国瑜妻子李嘉芬 7月被苹果新闻网踢爆 农社涉及为鉴 遭名嘴郑佩芬 红耀男炮轰 上周李嘉芬一撞告上法院 今天李嘉芬再请三名律师 到榆林地检署地撞 这次要告的是 苹果日报社长陈玉鑫和记者 不当报道妨碍名誉 还有年代主播张亚琴 社公然侮辱 家众诽谤和妨碍名誉 7月16号一直到9月12号节 他们在苹果及时的南台上面 所发布的有关于不时报道 李嘉芬的律师说 相对苹果这59天的不时报道提告 但至于要告什么呢 因为侦查不公开 只能透露这一件 说像最近常常去提到的 李嘉芬是不是韩国瑜的原配 至于张亚琴 则是在7月19到9月12日 这40多天中 涉及16件公然侮辱 32件加重诽谤 他把整个年代的1800这个新闻 当作自己的直播平台一样 那发表了就是说 把韩国瑜夫妻抹红 张亚琴其实就是苹果日报的部分 共同点都是对于明显的不时的事实 那却去贸然的去把他大肆的把他散播 那我们认为这样子是理会我们 倒是很难的 李嘉芬也透过律师发表声明澄清 他认为这一次的选举 还有未来要选举的日记 恐怕是史上最厉害而且最惨烈的选举 李嘉芬呼吁韩本保持理性 不要中了抹黑极端圈套 同时预告 还有下一波提告对象 苹果日报社长陈玉鑫表示 从李嘉芬的农舍为鉴 到祖坟滥葬 县政府都已证明是事实 不知李嘉芬要告什么 这只证明 他想用司法手段 恫吓媒体 这招对苹果日报没有用 我们会用更多的事实报导来返期 洞新闻云林报导 用行动知情第一首的好新闻 属于你的美体 苹果新闻